哈嘍 哈嘍 線上有人嗎? 看看我現在在哪裡 看一下我現在在哪裡呢 現在在基隆 有基隆的朋友在嗎 看一下我的後面 嗨第一名的同學 好開心喔 今天是228連假的 最後一天 趁著好天氣出來走走 有人吃到我現在在哪裡嗎 有人來過嗎 嗨無安 好杯喔超漂亮的 看得出來有在哪裡嗎 有人知道嗎 這裡呢 是基隆的某一個地方 不知道有沒有人猜得到 還是有人已經來過了 是不是超漂亮的 給大家看一下全景 你會覺得這個背後有點像一幅畫 對啊來基隆了 想說基隆離台北比較近 這裡是基隆的某一個地方 我還沒公佈答案 好厲害喔 耶 翁同學答對了 是基隆的永恆園區 然後這裡叫做星空草原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背後 就是飯糊的畫 很漂亮吧 那你們看得出來是甚麼東西做的嗎 你們知道是甚麼東西做的嗎 油畫 那是甚麼東西做的 看一下 在地人好厲害喔 我要繼續跟我們的腳步 出發 走吧 目睹了這一刻的現場朋友 你們真幸運 好繼續我們往前走 帶大家下去看 好厲害喔 兩極勝猜對了 是寶特瓶 叮嚓叮嚓 就是寶特瓶錯的 那大家知道在寶特瓶總共有幾萬個嗎 看有沒有猜對 還有彎 寶特瓶有幾萬個 就看有沒有猜對 我覺得有點難猜 十萬太少了太少了 再來再來 我覺得它非常的多 有幾萬個 但是我覺得蠻貴的 半個小時 要五百塊 然後你就可以坐在 泡泡屋裡面 欣賞就是 欣賞 這些寶特瓶美景 十萬太少了 再猜再猜 二十萬 再來 再來 我覺得它非常的多 它出乎我意料的 大 二十萬太少了 五十萬嗎 太少了 一百二十萬太少了 繼續繼續大家加油 好我們現在要跟這個 古道繼續往下走 看一下到底 一百萬太少了 再來 繼續拆 好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站的地方 跟小狗一樣 兩百萬還是太少 繼續拆 看一下 我們後面全部都寶特瓶 大耶 它非常大 你們不要小看它 兩千萬有點太多 一千萬也太多了 同學 再猜 這麼多 好 我公布答案 差不多五百萬接近了 猴同學 答案是四百萬個寶特瓶 四百萬個寶特瓶 他們是從各地方寄來的 那每個顏色都不太一樣 看一下喔 他們說啊 他們收集到最多的顏色就是綠色 金金 看得到嗎 綠色 綠色最多 唉 頭髮脆跟小柏一樣 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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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美照健康 還有很多綠茶 因為台灣人非常喜歡吃茶 所以呢 就有很多綠的瓶子 那這也是主辦單位非常傷腦筋的一個點 因為呢 就是 太多綠的瓶子導致 飯谷這個畫 它主要是以藍色為主 所以他們就很難收集到藍色的寶特瓶 四百萬喔 那怎麼清理啊 它就是一個藝術館了吧 我想 我們繼續往下走看看 給大家看一下前面好了 超漂亮的 看 這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作品 欸 我用放大鏡好了 我用放大鏡給大家看 藝術師需要很大的犧牲 我想應該是 都知道 是 如果 這是 可以 其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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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我看到有羊肉多了 羊肉多 等一下 等一下 在這裡也好 他們要上去這樣 不好拍一下 因為仔細看,它下面其實好像都有網子固定著 大家看一下仔細看一下 這咖啡色有可能是什麼 應該是藍的啊 咖啡色是藍的嗎 有維大利有可能 藍色這個應該就是藍的 藍色跟咖啡色都是藍的 然後,它有透明的 快點 來,咖啡延放門嗎 快點 這裡真的超漂亮的 不過這個藍色是需要滿掉的 快點 一、二、三 好的,謝謝啊 謝謝 噴漆嗎?不是耶 它是每一個就是不同的 顏色寶特瓶組合而成 看一下喔 然後它裡面其實 呃,有噴漆就是有彩繪它的外表之外呢 它有些瓶子裡面是放紙卡 不同顏色的紙卡 它可以顯示這幅畫的就是不同顏色的深淺 例如說藍色它有分很多藍啊 淡藍、深藍、淺藍、極淺藍等等 它就用塞紙卡在那個瓶子的方式 讓它 讓它就是有漸層的感覺 可以看得出來吧 很有漸層的感覺 超漂亮的 不過呢 這裡有個比較尷尬的地方 這裡除了就是星空草原之外呢 它上面 大家猜到是什麼嗎 欸我們讓大家猜猜看好了 我覺得有點難猜 因為我之前看大家打卡啊 都是在就是星空草原這一塊而已 就是跟這種很漂亮的背景拍照 然後並沒有寫這是哪裡 但事實上這裡是一個就是 如果你晚上來會覺得有點毛毛的地方 有人猜到嗎 快猜一下 除了這裡是星空草原的就是文創園區之外 上面還是什麼 基隆小吃 好喔 可是我想見的人應該很多 再看一下 另外一邊也很漂亮 好厲害喔 世隆答對了 是寶塔 就是它是生命園區 就是 現在好像還在賣啦 看得出來就是 裡面還沒有人 裡面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放東西 可是就是看得出來就是一個一個一個的 欸大家都滿有概念的欸 就是是 對 是生命園區 所以晚上來的話可能會覺得毛毛的 不過白天看很漂亮啊 據說它晚上還會打燈 然後進來這裡呢 門票是幾八塊 成人是幾八塊 然後 六十五歲以上是五十塊 然後如果你是自己開車來的話 小客車是五十塊 然後機車是二十塊 然後停車場其實滿大的 所以就是大家 不怕 找不到位置停 而且呢 我其實今天是二二八連假三天 可是 欸人沒有很多欸 所以我覺得還OK 欸大家都好聰明喔 都有猜到 好啦大家就不要管 這是生命園區的部分 就在那邊拍拍照 是一個很好拍照的地方 唉唷 好主要飛走了 好好的風很大 不跟大家聊了 後來拍照了 希望大家二二八下其愉快 明天 要收假了 依依不捨 不想回家 不想上班 不想上班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先這樣囉 因為風真的很大 我帽子很適合可以走 已經無暇 就是 真的 風很大 無暇顧其他東西了 走囉 掰掰